或者是說如果你不重開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再下一個指令 這個指令的話就是select 比如說我要把裡面的資料全部都打開的話 那就是select所有所有的start front front後面的就是再加上一個什麼資料表名稱 比如說叫做問題 select所有front問題 這個是查詢 問題 這樣的話呢直接執行 他也會把我們裡面所有的資料怎麼樣都select select就查詢的意思 就通通幫我怎麼樣再打開來了 那剛剛是下那個什麼的 下那個 查詢的指令 所以查詢那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再按檢視其實三角色設計可以切切過來的 那切裡面也是一口檢視 或者是你可以怎樣他有好幾種模式嘛你甚至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到設計檢視裡面 他其實就是也可以用圖形化界面來做啦 也可以用sicle來做 我想這部分 各位再試試看好了 那最後的話 我們剛剛已經做好的那個insert into這個語法 那只是說呢 現在僅限於在ss裡面 那我要怎麼樣把 剛剛的語法 跟excel做連結 然後呢當我按一下按鈕的時候 他可以幫我把什麼呢 這個五個資料 就這五個資料實際上是 Excel的最後那一筆資料 我要把它新增到這邊來 那當然你不可能說我把那個ss開起來再慢慢做不可能 所以 要怎麼樣傳遞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這個部分 體會一下 如何在 ss裡面下c口語法的部分 OK 方便修行給各位一下 謝謝